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千牛花Morning Glory的全面介绍 千牛花是一种迷人的花卉 它拥有独特的特点和无穷的价值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让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千牛花的特点和价值 千牛花以其绚丽多彩的花朵和迅速攀爬的特性而闻名 它们的花朵通常呈中壮 色彩鲜艳,有红、粉、蓝、紫等多种颜色 千牛花不仅可以用来装饰家庭和花园 还有许多药用价值 据说千牛花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等功效 还可以用于治疗咳嗽和风湿痛等症状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市面上常见的五种千牛花品种 这些千牛花有着各自的别名和英文名 它们最初产自哪个地方 现在又分布在世界的哪些地方呢 初恋之吻First Case 别名为晨光之吻Morning Case 英文名为Ipomir First Case 它最初产自墨西哥 现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温暖气候地区 比波Blue Wave 别名为蓝色之浪Blue Ripple 英文名为Ipomir Blue Wave 它最初产自南美洲 现在在许多国家都有种植 尤其是亚热带和热带地区 晨曦之光Morning Glory Sunrise 别名为朝阳之光Sunrise Glory 英文名为Ipomir Sunrise 它最初产自中美洲 现在已经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 紫媚影Purple Enchantment 别名为神秘紫罗兰 Mystic Violet 英文名为Ipomir Purple Enchantment 它最初产自东南亚地区 现在也在全球范围内种植 粉色之梦Pink Dream 别名为梦幻粉红Dreamy Pink 英文名为Ipomir Pink Dream 它最初产自印度 现在已经流行到世界各地 这些常见的千牛花品种 都有着独特的美丽和魅力 它们的花朵形状各异 颜色绚丽多彩 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欣赏和喜悦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探索世界上 最珍贵的五种千牛花品种 它们各自长什么样子 价格又是如何呢 陈露蜘蛛Morning Dewdrop 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千牛花之一 它的花朵呈蓝紫色 鲜艳迷人 每朵花的价格高达100美元以上 这使它成为花卉市场的珍品 金色奇迹Golden Miracle 这种千牛花的花朵呈金黄色 如同一颗颗闪耀的宝石 它的价格约为50美元 被认为是花坛中的贵族 纯白枝叶White Knight 这种千牛花的花朵洁白如雪 宛如一夜之间绽放的花海 它的价格在30美元左右 被许多花卉爱好者追捧 紫禁之花Purple Majesty 这种千牛花以其深紫色的花朵而闻名 它的价格约为40美元 深受花卉收藏家的喜爱 珊瑚之舞Coral Dance 这种千牛花的花朵呈珊瑚红色 绽放时如同一场舞蹈 它的价格在20美元左右 是相对较为评价的稀有品种 这些珍贵的千牛花品种 不仅因其独特的外观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也因其稀缺性和高昂的价格而备受瞩目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个关于千牛花的动人传说 或疯狂的历史故事 在古代有一个年轻的男子深爱着一个名叫陈希的女孩 为了向女孩表达她的爱意 男子每天早晨都会在女孩的窗前种下一朵千牛花 女孩被男子的坚持和真心打动 最终接受了她的爱情 从那时起 千牛花被视为爱情和美丽的象征 每年的情人节 人们都会送千牛花来表达对爱人的深情 现在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千牛花的种植环境和养护要点 千牛花喜欢温暖的气候 适合生长的温度范围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 它们需要充足的阳光 因此选择一个充满阳光的位置进行种植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土壤偏好 千牛花喜欢富含有机物质的疏松土壤 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是理想的选择 关于浇水 千牛花需要保持土壤湿润 但不要过度浇水 以免导致根部腐烂 一般情况下 每周浇水2-3次 保持适度的湿度即可 在夏季干燥的时候 可能需要增加浇水频率 至于肥料 可以选择一种均衡的花卉肥料 每月湿一次 在生长期间 可以使用含有高磷和甲元素的肥料 以促进花朵的生长和开放 养殖千牛花时 需要注意防治病虫害 常见的病虫害 包括叶满、白粉病和黑斑病等 可以使用有机的杀虫剂和杀菌剂 进行预防和治疗 定期检查植株的健康状况 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 最后 养千牛花需要注意的几点是 避免过度施肥 定期修剪植株 以促进侧牙的生长 以及支撑千牛花的攀爬架构 使其能够稳定生长 在进行千牛花的种植前 我建议大家咨询专家 以获得更准确的指导和建议 最后 请大家不要忘记关注 订阅、点赞和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人了解千牛花的魅力和种植技巧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